早安youtube是藤原 好哈喲youtube 藤原 我是一個線上日文家教 在這裡我會分享初學者也瞄懂的日文知識 目前本頻道的更新順序是以大家的日本語為藍本 因為大家的日本語並沒有很適合自學者自學 所以本頻道主要是針對想要自學 卻沒有一套有系統的學習順序 也經買書但看來還是不太懂 或者是基礎沒有很穩固的同學所製作的 敬請期待接下來的內容 在上集影片中我們提到初音 初音就是在音當中停頓一拍 Kassai是火災、果菜等等的意思 Kassai是賀彩的意思 不過這兩個字平常都沒有那麼常使用 大家稍微認識一下即可 這集我們要來學敖音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首先敖音的發音叫做敖音 它會由一個大的子音和一個小的Y-U-U組成 大小的差距大概是這個樣子 而大的子音也是有挑過的 全部都是E段的音 我們以Ka行為例 Ka行的E段是K加I 所以是Ki 因此Ki可以拿來組合成敖音 我們把某音行去掉 再把沒有E段音的行 分別是Y-A行和Y-A行 這也是10-3等於7 這7行的E段音都可以組成敖音 特別和Y-U-U合體之後 就會有7乘3等於21個敖音 另外Ka-Sa-Ta-Ha這4行有著音 所以他們的左音行 Ka-Za-Ta-Ba的E段音 Gi-Gi-Gi-I 這4個音也都可以變成敖音 以及哈行的半左音 Pa它的E段音 T也可以組成敖音 於是我們得到7乘以3加上4乘以3加上1乘以3 總共有36組敖音 好的同學聽到這邊是不是覺得頭昏了 各位同學請不用擔心 以上的東西你全部都不知道也沒關係 不影響你的日文程度 你只要看到敖音的時候 知道他們怎麼唸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直接來看敖音的例子 一遍學習 第一個例子 Hiyaku Hiyaku是飛越的意思 漢字也是飛越 如果Y-A變小 變成Hiyaku的話 Hi和Y-A要連在一起唸 我們來看羅馬拼音的部分 C是Hi YA是YA 秘訣就是你只要把Hi的I刪掉 和YA連在一起 就形成Hia這個音 這個就叫做敖音 以這個觀念為基礎 其他的敖音也都可以這樣變喔 第二個例子 Jiu Jiu Jiu是三個都是大字 但是第三個字它是母音 接在U的後面 所以它就是長音 是自由的意思 Jiu 一大一小的有澳音 後面也有U 羅馬拼音按照前面所說的規則 會變成Cyuu 有兩個U 所以就是把U的這個音拉長 就是長音 所以敖音的關鍵在於 一大一小的敖音也要當做一個字發音 第三個例子 Bioin Bioin 全部都是大的字 但是U是長音 嗯是波音 所以他們都會跟前一個字一起發音 聽起來就是三個字 Bioin 正是美容院 的Bioin 因為Bio它有O音又有長音 所以他們整個聽起來就是一個字 而音也是一個字 所以就是兩個字 Bioin 漢字病院 就是醫院的意思 兩個意思差很多 所以真的不太適合搞錯 當然片甲名也有敖音 比如說在記憶片甲名訣竅那集當中距離的 蝦齒 襯衫 羅馬拼音 SHA TSU 這時候就會發現 蝦這個字 並不是只有把前面的母音刪掉加上後面 而是把後面的Y也去掉了 只剩下SHA 因此這種第一個字的羅馬拼音是三個字的 比如說這個SHA 你就要去頭去尾 那YA的Y也去掉了 好的我們來整理一下 敖音要注意的點 第一點 只發一拍的音 第二點 發音是去掉大的尾音 加上後面小的一琴面 但如果前面是三個字的拼音 就要去頭去尾一琴面 第三點 旅行 這五個字的日文 並試著念念看 注意一下有沒有長音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學習日文的訣竅 歡迎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我是陳遠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